三 二 一 到 参赛者排成一列 动作俐落 比赛玻璃芝 台中市政府行销农特产品 在新加坡举办玻璃芝竞赛 台中市荔枝种植面积近两千公顷 年产量达一万七千多公顿 最近逢产季 吸引民众抢着试吃 台中彰化和南投县政府 最近在新加坡举办海外联合行销记者会 推出台中荔枝 彰化葡萄 以及南投百香果 希望打响台湾水果在东南亚的知名度 台中市以主打荔枝 来促销台中市的农特产品 南投县也展出它的百香果 还有香菇 彰化线也带来了稻米 还有葡萄等等 这些产品都是新加坡民众非常喜欢的 台湾的农特产品 新加坡距离台湾只有四个小时航程 运输和通关作业简便 加上台湾水果品质特优 深受新加坡人喜爱 成为台湾水果外销的主要市场